支持國家去制定一個反外國的制裁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昨天閉幕 會上表決通過反外國制裁法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日簽署第90號主席令 反外國制裁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反外國制裁法是反制外部干預的法律武器 香港有必要作出配合 犯案通過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與香港各政界表示熱烈歡迎和支持 什麼是反外國制裁法? 過去兩三年的時間裏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先是以貿易為借口打壓中國 後又以科技為借口打壓中國 過去兩年在意識形態領域越發猖狂 在涉疆、涉港、涉台、新軍疫情、人權等問題碎 不斷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地搞政治操弄 為了打壓中國 不惜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盡測 不惜一切黑暗手段對中國進行制裁和抹黑 從而形成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工具修 為我國依法反制外國歧視性措施 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撐和保障 為何要制定反外國制裁法 帝國主義有的法律 我們憑甚麼不可制定 帝國主義可以耍流氓 我們為何不可以名正言順地打流氓 帝國主義可以長臂管轄 我們為何不可以斬斷其不講道理的長臂 以法律的手段來反擊美帝 就是治本之法 終結美帝霸權的最強力武器 這麽多年來美帝在香港打出的那一套套重拳 佔中、反修例、鬧港事件等 結果一部港區國安法出台止血 美帝培植的資本主義代理人 黎智英、黃之鋒、周庭 豈不是都被抓捕歸眼 誰還敢再犯?誰還敢再亂判? 一錘定音撥亂反正 香港寧靜了 國與國之間本來就是平等 哪裏來的長臂管轄 哪裏來的霸權主義 世界上沒有高人一等的民族 亦更沒有高人一等的國家 美國不能代表國際社會 美國國內的法律 更不能代表國際法 以其人之道還置其人之身 你有你所謂的長臂管轄 我亦有我們的反外國製裁